在修载期的后半段火蜜们总算是能开始睡个安稳的绝在也不用苦等社会瓜哥而在,跟火箭签约完后的甜瓜叫仰视世界各地潇洒玩耍不过今天火蜜们终于是等到了安东尼同志的火箭手绣火箭官邦 在RNS上刷出了一段九队星人安东尼的剧烈视频视频中的安东尼正串着火箭训练杉耍着自己的18本武艺,看看这批上火箭元素的甜瓜,竟然如此亲切,连大图哥我都觉得毫无违和感而加上安东尼这个前全明星后火箭下赛季的阵容,也是杠杠的虽然没有五个全明星那么狠,但至少也凑齐了四个全明星 这四个全明星分别是保罗,哈根,安东尼,卡佩拉看到这老铁门先别急着喷,我不是大图哥,我要把卡佩拉算了全明星的可视人 卡佩拉同志相当自信的说出是必入选全明星 卡佩拉近日接受采访时他表示只要保持目前的竞技状态下各赛季,得他绝对能够入选全明星看来,上赛季也是把卡佩拉给打出自信了 毕竟季后在第一轮打包了入选了全明星阵容的唐思照这样来看病,黄自信进入全明星好像也没啥毛病 要是真,再加上卡佩拉这个未来全明星那火箭也算是拥有了四大巨头三位巨头级人物 加上一位黄金吃病中风这阵容也就与勇士的,五巨头差了那么一个巨头 不过这一个巨头之差,在美国专家眼里内可是天差地别的 这个夏天牵下了安东尼坏狗安德森,百家强莱奈特和克利斯后火箭下赛季的 百邓堪称凶猛无比但不管火箭再怎么补强这些专家依然觉得火箭依然没有缩小跟 勇士的差距看来火箭跟甜瓜还是有着剧命的相同 点的那就是一直被人轻视 不管是之前保罗哈登刚合体的灯泡组合 还是加上安东尼的安灯泡组合一开始就没人觉得他们牛逼过 不过上赛季的常规赛第一期觉得七场大战也重重的打了许多人的脸 再加上如今的社会你瓜哥 可是顶着雷霆就叫灯成Buff的下赛季会打成啥一样 还没人知道 而明天咱们的周期大魔王也将富美准备新赛季继续自己的锻炼 之路刚打完亚运会星没两天又继续回到美国训练大魔王 也确实够听的虽然说下赛季进入轮化的可能性依然不高 但如此努力付出的大魔王绝对能够在未来越来越牛 并希望也能在NBA赛场上 看到大魔王的三分和风该加油 终其大魔王 一分钟 一分钟 栈油